1 2 3 5 5 6 7 7 8 9 9 10 10 10 11 11 11 18 11 11 12 13 14 14 15 16 16 16 17 18 您看到苹果的一个联想是什么呢 如果是红色那里就太平凡了 佛雷德说过 透过联想可以看出一个人与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如果你的答案不是红色 那里有可能是一个奇怪的人类哦 您知道台湾有多少上流社会吗 根据图籍 全台湾两千三百万人口当中 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 称得上是上流社会 这些生活在金字塔顶端的上流社会 都形式低调 只有一位女性 生怕国人不知道她的上流身份 她就是许春美 许春美为何会弃养 而且形容自己女儿是讨债鬼 为何看男演员有金钱和感情的纠纷呢 今天康熙来了邀请到许春美 她将教导大家什么是上流社会 你在干什么 好多毛一拍手 今天有很多带毛的人 跑到我们节目里面来 有家教一点 知道吗 方希莱今天除了抗影跟CZ 还有很多毛之外 我们有三位重要的来宾 造型师李明川先生 欢迎 还有资深记者黄光琪 你好 你好 念玲老师王中和老师 老师好 我之所以请他们三位来陪我们 一起要采访的对象呢 最近非常的红 这位红人就是我们 欢迎许春美小姐 欢迎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全国观众 大家都好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我希望你跟全国同胞拜个早年 谢谢各位 恭喜 恭喜 喜花财 我常常在电视上看到许春美小姐 可是没想到本人这么瘦 没办法 最近官司缠身 而且压力很重 连续瘦8公斤 对 许春美小姐大概每次出门要花多少时间打扮 化妆 我化妆从来不打粉底的 也不打化妆水 也不打乳液 我就直接粉扑 简单的这样扑一扑 然后化个口红 然后化个睫毛膏 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天生皮肤很好 我只能说你的睫毛真的很夸张 你有没有过蓝色的睫毛 我比较还没有那么夸张 这个问题我要问李明川 他听你解释给我听 这颜色可是2014年春夏最新的流行 是这样子的吗 李明川 真的吗 真的 等于说他是走在时代间断吗 时代的间断 所以黄光琴跟徐一帝都走在时代的末端 对 我刚刚一进来就先看他的睫毛 我也是有刹到说哇 有点痘痘吧 真的有人付诸实现 就是说原来欧美的时尚在台湾 也是可以就是流行起来 而且是台湾第一位 可是搭配橘色口红 会不会脸好像有点太鲜艳的感觉 春天到了嘛 所以颜色属于要就比较缤纷一点 我想许小姐可能对于就是春天的流行 想要带给观众朋友大家知道 对 颜色很敏锐 没错 所以你要多效法哦 许希地小姐 要吗 不是 我知道许小姐非常爱漂亮 因为他刚刚一来我们摄影棚 在化妆间 他就问我们的化妆师说 你认识我吗 你觉得我本人比较漂亮 还是电视上比较漂亮 那希地你觉得许小姐 本人比较漂亮 还是电视上比较漂亮呢 我觉得其实差不多 可是本人有一点点太瘦了 就是感觉好像现在 人生好像有一点苦的感觉 最近压力的确大的让我承受不住了 你看声音都哑掉了 我又要跟我的小姑啊 郑锦凤 有官司 四条官司在告嘛 然后最近又按您控告 尼其名等人啊 对 一周刊那些的 然后呢 又要告那 不把小云还给我的那位黄姓法官 然后我本身又有生意在做 那你看这种情况之下 冒死了 的确 声带没有声音了 我们今天康熙来了 这个节目的制作人 有没有跟你讲说 你有没有建议他们说 要找尼其名啊 或者萧大陆来上节目 我不想见他们两个 真的吗 是 我非常讨厌他们两个 所以你事先有问说 叫他们不要请这两个人来上节目吗 是没有问啊 不过我想制作人他知道 因为我已经跟那个李其名 就是反目成仇了嘛 已经就是按您控告 就是要控告他那个毁谤 因为这件事我必须要向全国观众同胞解释一下 我认识李其名肖大陆是透过一位华士的陆姓警卫先生介绍的 那那时候认识他们两位的时候 我是觉得说带着就是很诚恳的态度要跟他们做朋友 可是呢我觉得就是说一交往下来呢 怎么讲李其名呢 他的的确确是有跟我说要找我到日本 去那个东京结婚 那我说你让我考虑一下 因为婚姻大事起人儿戏呢 我当然要考虑考虑了哦 OK 那再来不久那个陆姓警卫又介绍我认识的那个肖大陆 所以陆姓警卫人脉很广 你是怎么认识陆姓警卫的呢 那这个要追溯到很久以前了 差不多25年前 我们华士就是那个华士有一位那个叫马天彪马族长 听说已经退休了 那个时候呢 我也很年轻 然后他一直希望说 我能够拍他们八点档的名字叫做西施 但是那时候我有很 演戏师吗 演戏师没有错 就是当你主角 西施没有被邀请过演戏师吧 朱西施 有人要我演那个 《齐天大圣孙悟空》里面的妖怪 《倩侣幽魂》也有人请我去尬一角色 你应该很向往西施这个角色吧 我以前小时候常常在家把那个白的床单拿起来 然后就是幻想自己在晚上 所以有人找你演戏师 所以雪美的 你的气质被认为是很适合演戏师的 我的气质适合吧 适合 其实你刚刚靠过去是要跟他比毛吗 没有 我是要静看一下他的眼影 还有那个节目 我要请许春美小姐评鉴一下你这个毛毛外套 你摸摸看这个感觉 你觉得这质感可以穿吗 还是根本不能穿 我试试看 质感相当不错啦 真的啊 很不错 对你来讲会不会太廉价 应该算时尚吧 算时尚啦 目前他这种打扮这个外套在日本东京算是蛮流行的 对他 然后他又配上咖啡色的那个马蝎 小S也算是蛮 马蝎 小S也算是蛮会打扮的 学习弟弟 蛮会打扮 excuse me 我走在时代尖端 蛮会想清楚啊 这个什么叫蛮会打扮 那你有没有访问人家的彩色披肩 对 因为你的这个是真的吗 这是什么毛 是真的 是真的 我没有问他什么毛 因为我学佛的 那我觉得 学佛不能杀身 对啊 但是我戴这个毛我就已经很愧疚了 我再问他什么毛我都会做噩梦的 可是我常常看到你上节目 为各式各样不同的毛 对对对 我知道倒是真的 所以应该也杀了不少 没有 如果我有问那个就是 我要给他买的那位那个就是店主 我说这个毛是不是杀身了以后啊 那个把他们的皮啊毛啊取下来这样子 那他就跟我说 没有没有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就是等他毛长长的时候呢 然后把他割下来 并没有动到他的皮 也会动到他的肉 换句话说 并没有杀身的问题 等于就是比如说一只雕 然后把他皮整个撕下来 然后那雕再回去跑 但就是跑 不是 跑得比较痛一点一点的 不要扭曲 等一下 不要因为人家有彩色的毛皮 所以你就扭曲别人讲的话 我要问王中和老师这个事情 好 所以学佛的人可以穿毛皮嘛 对不对 嗯 可以 你有什么压力吗 你可以真的讲 因为这就是台湾的佛教学者 是啊 是 没错 台湾佛教学者大概都是这样学者 蓝放宽 跟他差不多 我觉得是跟他差不多的 OK 谢谢王老师支持 是 是 是 那目前我的这个戴的帽子 这个毛 还有这个衣服 还有这个配饰 配件 还有这个鞋子 全部都是在日本东京采购的 所以你也是那个华妮族 应该说我两年前去世的丈夫 他在日本 他就是在那边读了七年的书 他是我们台湾就是 虎人大学毕业以后 法律系毕业以后 然后他就到日本去 然后留学找稻田法律系的硕士 然后后来又拿到 就是考入那个东京大学的法律系 那个拿到博士学位 他把他老公的那个背景 塞掉背景 你以后也来做到这样子 对 许甄美小姐今天盛装来抗起来了 很给我们面子 那李明川 他身上的这些珠宝 是真的还假的 珠宝啊 我想如果皮草是真的 珠宝应该也是真的吧 因为表示说他不可能用假货 所以如果是真的 我们应该估多少钱 他的项链 手镯 手表 戒指 我想应该有上百万吧 上百万 西蒂呢 估一下吧 我咬咬看 不是要以咬来分面真尾 可以咬吗 咬 等会把我咬断了怎么办 你近看就好了 不要用咬 好 估个价 徐西蒂 差不多二十几万吧 好 许玄美小姐 请问多少钱 她猜错了 那位李先生猜对了 多少多少 的确上百万的 有没有牌子还是说是 没有牌子 纯粹在东京买的 东京买的 就是在高岛屋的百货公司 又把那资料背出来 这个店员好像叫做普通铃 我就讲她最喜欢 很近 我不是卫界所传的 有一千套的香奈儿衣服 不是 但是我买的那个日本的衣服 价钱都不低于香奈儿 OK 都是从日本采购 大概几亿 也因为这几个字 害我现在被国税局 叮得 无路可逃 真的啊 其实你大概有多少钱 这个不能透露吧 上亿吧 上亿没问题 OK 上亿就打败你了 打败很多 那你在路边看到 有人卖口香糖和香花 你会买吗 我全部包了 比你好气包 我就说 你全部算一算多少钱 或者不用算 我就丢个五千给她 然后一包带走 许春美小姐有强调说 她的衣服 虽然没有一千件的香奈儿 我看这个恐怕是一个 错的资料就是 近千套没有 大概几套香奈儿 一套都没有 都是 她都是强调日本买回来的 对 日本也有卖香奈儿 她说价格没有低于香奈儿 可是不是香奈儿 对 但是是日本买回来的 你不喜欢香奈儿的设计 我不喜欢香奈儿设计 我觉得她的设计不时髦 而且比较互女型的 可能要让你见识一下 许春美小姐有哪些出色的衣服 确是日本那些吗 好 请把许春美小姐的衣服带进来 让我们看看 怎么会有蟑螂呢 是 不好意思 许小姐有什么事情吗 主板是吗 是的 那你自己看 那个是我们的 从法国进来的大型牛虫 我都看到脚了 也看到眼睛了 我们应该怎么反应比较正确 对不起… 我看它确实是蟑螂 不好意思喔 好 麻烦你的 蛮适合服务业的 然后就把那帐篮丢掉 然后就把那帐篮丢掉 小姐来 康熙来了 康熙好 折合我们台币的话大概要28万 你明川过来一起 脱线了 不是啊 毛掉下来 你明川 你可以… 没有毛啦 看得出来价钱吗 28万刚刚说了 这是我听到了 我就问你 感觉得出来这个价钱吗 你会…你会买这个衣服给艺人穿 上电视 这种衣服现在不是主流 你看它这个很精致 对 很精致 这个应该是施华洛奇的水晶吧 我认为 是吗 OK 还蛮不错的 还蛮憋致的 28万 这你的衣橱里28万的礼服 大概有多少件 大概有30件跑不掉啦 这还是新的没有穿过耶 对 新的 来不及 我好多 来不及把牌子拆掉 我很喜欢买衣服 但是就是 来不及穿 来不及穿 一天一套还不够时间穿 好 琪琪 我们来看另外一套 好 这也是常礼服 你个人偏好常礼服吗 没有 我如果穿短裙的话 就跟你一样配马蝎 但我的马蝎各种颜色都有 你喜欢什么样的马蝎 常常的就是常 常常的马蝎 我不喜欢短马蝎 我喜欢长马蝎 那什么颜色都有 这两件一起介绍 因为是同一个系列的 对 来 你都是买一样款是不同颜色 对 我喜欢这样 这样比较干脆嘛 跟老夫子一样 可是你告诉我价钱 这套比较便宜的 18万 没有 刚才那套28 28 这套不用超过10万 City 你这衣橱最贵的衣服多少钱 大概 很少会超过10万 真的 我超过3万的衣服 我就觉得有点浪费了 我宁愿拿去出国吃好吃的东西 对 你这样就不懂得 你看 连这套 连这套 连这套衣服还没穿 超过1万我就不买 这套 贵了 这套真的贵了 不要跟我讲20几万 没有 12万 12万 还没 那你会不会搭马鞋 不会 像穿这东西 但这个搭马鞋比较好看 不适合 不适合 这个穿高跟鞋 这个一定要穿高跟鞋 City 我觉得这件蛮好看的 这件不错 底下有镂空 你看 有吗 里鱼尾巴是镂空的 所以我说这种镂空搭马鞋比较好 是马鞋 你看 这个牌子也还没拆 我说衣服都没有穿 表示说我还没穿过 所以是不是因为最近参加上流社会的宴会 机会少了 所以就礼服都没有机会拆来穿 对 自从被一周刊 独家报导 时报周刊 各大周刊都报导 又写得很难听 然后我有问过他们里面的记者 为什么要把我写得这么丑话 这么互面 他说把你写得越难听 越丑话 卖得越好 卖得越好 那是真的 那是新的钱吗 这不道德的钱 那这有没有害得你在上流社会受到排挤 是没有受到排挤 但是我都不敢去了 打一些活动都不能去了 譬如说最近凯业有办一场那个 护商 政商名流的那个 所谓的什么跨年度晚会 对 然后他 他说我每年都会去的 为什么今年不去了 我每年都会带一大票 一二十个去 那一个人差不多就是六 加一层小汇的话大概就六千三百块 那我现在已经是他们的金 每个人六千三 你带一二十个人去啊 对啊 都是你买单吗 当然是我买单啊 我邀请人家去的嘛 他上亿身价耶 可是小钱啊这个八丸 那你是不是很多富豪的人会喜欢你 喜欢你的男生 都是富豪吗 也有十大企业家的 那你为什么不接受他们的追求 自从两年前 郑其松我最心爱的男人 我这一生中最心爱的男人 走了以后 我的心一直到 就没有打开来了 我的心一直到现在还不快乐 所以有个问题 你现在不是已婚身份吗 对 我现在已婚了 但是有的人还不知道 他已婚吗 已婚啊 我已婚了 你看连他都不知道 现在老公是一个比他小很多岁 对对对 你看你都不知道 你不是说你自从郑先生过世以后 你的心就闭起来了吗 对啊 但是这一位先生 他救过我的命啊 真的啊 我赤安眠要自杀 独家报导有登出来了 然后呢 所以你为了报答救命之恩 只好跟他在一起 应该这么说 所以你虽然没有很爱他是不是 也是很爱他啦 他对于你最近常常上媒体有什么反应 会不会觉得丈夫的风头被太太盖过去 他是一个相当 看隐私前非常重的一个男孩子 所以他不愿意曝光 完全不愿意曝光 对 完全不愿意曝光 他比你小几岁 比我小12岁 那你几岁 你几岁 我啊 可以说吗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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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想知道 我今年47岁 我主机的嘛 所以你演戏师 他演戏师的时候是22岁的时候 46 因为他说是25年前 因为他说是25年前 麻烦那位导演 你只好猜看我有演戏师 他一直没办法忘记这件事 你平常没有 你没有机会穿的衣服 你会捐掉或者是卖掉吗 怎么办 对啊 我就很头痛 就是说看有哪一个慈善机构 OK 能够让我正式地把这些衣服 能够易卖出去 然后把这些钱来做善事 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我可以直接捐钱 但衣服可以转送给别人 这谁适合啊 你周遭的姐妹套 对你说一个来 黄春桃我阿姨 挂回来不要再闹了 煩死了 几件衣服聊那么久 好了 明川谢谢你请回座 好 我们把衣服拿出去 好 谢谢 谢谢许全美展示 展示这些漂亮衣服给我们看 所以你现在对许女士的 审美品味应该比较了解了吧 我觉得她就是买衣服出售非常大方 用色喜欢大方 而且一定要在日本高岛 高岛我记得了没 我会尽量避开那个地方 好 我跟你讲 真正上流社会的人 像许全美女士这样的贵妇 一定可以教导我们一些 上流社会的理念 你所不知道的 许全美的上流社会 一百人大调查 大家都这么说 现在要请你教小S 这个走路的仪态 不好意思 我走路需要人家教吗 不要说真的 我先示范给她看 我先示范给她看 我要看许女士示范给你看 麻烦你示范一下 所以请你告诉我重点有哪些好不好 就是说我们到上流社会 他们聚餐的时候 讲话一定要小声 在上流社会的聚餐一定要没有声音 甚至你吃东西也不要有声音 不要有声音 那走路怎么办呢 走路要注意什么 台湾话就是不要这样子 台湾话叫乔姑 拖背 拖背 你这样拖背的话 就会让人家觉得说 哇这个 你穿得再高贵再美丽也没用 不好看 对 然后我们走路就是这样子 抬头挺胸的 然后就这样子很自然的 往前走这样子 但是也不要太快 也不要太慢 最主要就是 表情上要不要微笑或什么 表情大概是什么样子 表情就是要带着微笑 对 表情就是要微笑 大概要怎样的 你可不可以示范我等一下来做做看 这样子 就整体 比如说你现在进了凯月饭店 整个人要是什么样子的 譬如说进了凯月饭店 然后我就也带着 也就是 你也不要大笑 大笑人家会以为你声音 对对对 对不对 就微微的 这样子 你这样有点笑意 然后走路要抬头挺胸 然后就这样子 那譬如说你从那边走过来 来 你从那边走过来 那 那 我是来自欧洲的名模 那譬如说我们彼时有认识 那但是不生交 那我们就是简单点个头这样子 我们示范一下好不好 好 嗨 全美 太大声了 太大声了 你真的是土包子 你看他很优雅 他 他就只有汗水 我们不是认识很久 你干嘛跟我装不熟 你很优雅 你跟他箱下人一样 你要说 不要说话 你就这样子微笑的跟我点个头 来 开始了 好 等一下 会不会感觉好像在过奈何巧 你知道这两个灵魂然后就 你也死了吗 对 我也死了 我是上吊 对 我就笑了 你 你 你是不是突然没有人好好交过你姨太 今天第一次吧 不是 因为我觉得我懂她要追求的优雅 对 可是我觉得遇到熟人了 然后还这样 你这样子进不了上流社会了 不是 你不说话这样不礼貌吧 至少要说李伯伯好 对 刘叔叔 这样很像这样也不行 在那边真的没有这样 对 在军乐饭店没有这样 的确确就是眼头这样微笑 然后吃东西的时候不讲话 而且不能发声音 你是说整餐饭都不讲话 有讲话的时候也要很小说 听声细语 等于是比如说你刚好 比如说感情上遇到状况 然后正在吃牛排 很想要跟朋友分享 你还是要这样 对 感情不顺 不要讲出感情不顺 反感情就很不上流社会了 最爱的老师 从日本买了很多衣服 这大概是这种态度吗 也不是这样子 如果有私人的事情要谈的话 你可以到外面聚餐的 那个会所的外面 那边有一些沙花 餐桌上不应该要乱讲话 那餐桌的话就是 专心用餐 专心用餐这样子 那像CD这种打扮 走进军乐饭店 会不会让人家觉得太野 或者太不上流 他这个打扮还算可以 还可以 不错 什么东西 可以说你还可以就很好 我不喜欢什么还可以 你要说 你们问他演艺圈 谁是时尚第一次 你问他里面穿 是不是ass or ass 你要说 你要说 很符合上流社会表姐 他才会表现 这样可以吗 即使说实在话 小艾斯他气质也不错 还可以 他气质也不错 我要让许女士教我们用餐了 好不好 好 许女士先请坐 我们把餐桌端进来 好 怎么会有蟑螂呢 不好意思 许小姐 有什么事情吗 主粉丝吗 是的 那你自己看 那个是我们的 从法国进来的大型流冲 我都看到脚了 也看到眼睛了 我们应该怎么反应比较正经 对不起 我看他确实是一次张扬 不好意思啊 好 麻烦你了 蛮适合服务业的 然后就把那张扔掉 来 来 小姐 来 来 康熙来了 你现在真的严格的考验来了 就上流社会有个很烦恼的事情 就是用餐礼 刀叉很多 我觉得许女士可以教我们基本礼 我们可不可以 麻烦您到这个椅子上 好 OK 首先 那个就是 换店 它那边都有一些 就是帮你服务人员 服务人员 对 譬如说 我来服务你 我服务你 我当然要服务你 是我的荣幸 不好意思 没有没有没有 那现在就是我靠过来 要坐这个位置的时候 那你就麻烦你 当然 就很自动地把椅子上 当然 好 那我们示范一下 好 好 许小姐欢迎您光临 请坐 谢谢 您的光临是我们饭店的荣幸 然后我们如果自己就调整一下那个距离 不可以靠太近对不对 对 好 首先把这条 餐巾 餐巾 放在这个 这个 不是放在身上 是放在这个 腿上 因为这个 不可以塞在领口这边吗 哪里 我觉得那个比较俗 没有人这样子 歇弟 你为什么每次都塞在领口 塞在这里还让 你也塞了两三次好不好 塞在这里的话 会让人家以为是 是维多多 哦 开主了 然后譬如说 我们学活的是不吃牛 通常我点的都是羊排 等一下 等一下 牛跟羊有什么差吗 学活的不吃牛 是因为牛有对人类做很多事是不是 帮了很多人 似乎没有什么跟我讲清楚 不过 我们学活的 一进去就是说 牛肉不能吃 那原因是在于什么呢 原因 原因在于可能牛 它比较有灵性吧 西弟 我要看餐桌礼仪了 这样子 我们可不可以先停止讨论羊肉的事情 好的 现在就是说 他点了羊肉嘛 对不对 对 餐送过来了 然后呢 首先你如果渴的话 它那个 杯子没这么多吧 你没这么多杯子 没这么多杯子 因为依我的经验 好 是两个杯子 一个杯子是酒 像红酒 葡萄酒 或者是那个鸡尾酒 那这个就是一般的清开水 就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做下去的话 如果 就是嘴巴很干或口渴的话 你就这样子 轻轻的 这样子 沾一下子 这样喝 然后就轻轻的把它放进去 这些都是谁教你的 我 这么多年来的经验啊 自学的 因为你们如果喉咙刚好有弹 可不可以轻轻的这样 轻轻的 当然可以啊 可以 不能说话 但可以这样 小一些蛮优惑 小一些蛮优惑 你好优惑 好优惑 好优惑 你真的很优惑 好优惑 谢谢 我问一些好可爱的问题 我昨天来的经验培养的人 然后呢 譬如说牛排到 那个羊排到了 那我们就是最起码的 就是拿起这个 刀子 刀子 这个叉子 那旁边这两个叉子干嘛用 它是叉水果的 它等一下还会来水果 那我们不要先上羊排好了 我们先 第一道我们先上生菜沙拉的话 怎么办 我第一 我通常都不吃生菜沙拉 我 那我可不可以上别的 我通常都会把生菜沙拉 移到旁边 你不吃 我不吃生菜沙拉 了解 你直接吃羊排 我就直接吃 就一定要杀生就对了 没有没有 我有吃初一食物 还有观音栽 早餐 你不要再贪腹 你不要再贪腹 然后呢 好 来 开始了 我开始了 当然了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 轻轻的轻轻的搁 万一搁到盘子怎么办 不能这样 这样圈 这样不行吗 这样圈 里面的人就看你一个 可是万一切不动呢 可以啦 你把这个把它按 插稳 先把羊排放口在 这边回家再好好安静地吃 因为在凯业饭店不能丢离 许心弟 好好学吃羊排 不要闹 来来好 然后就这样子 把它这样切切切 万一现在有出现蟑螂怎么办 不会吧 轻轻拍他 那如果有出现蟑螂 那饭店他们就 叫他们来骂 那个这下子他们的 没有名声的这个 我装经理 你叫我过来骂 好 你现在有蟑螂 好 我现在来了 许小姐什么事 你自己看 这里 有蟑螂 这个什么东西 怎么会有蟑螂呢 那能不能请你的 那个主管过来 好 我们还叫你们主管过来 是 不好意思 许小姐 有什么事情吗 主管是吗 是的 那你自己看 那个是我们的 从法国进来的大型牛虫 我都看到脚了 也看到眼睛了 你是想说都许小姐 因为法国人 他们种油虫的方式 比较特别 会加一些边边的东西 这种服务态度真的很差 对不对 对对对 不承认错误 因为这个已经很明显 你指导我们应该怎么反应 比较正确 通常都会说 对不起对不起 我马上帮你换新的 好 照着庄 快点 对不起对不起 我看它确实是一只蟑螂 不好意思 麻烦你了 蛮适合服务业的 然后就把那蟑螂丢掉了 原来 小姐 来 这个羊排 羊排这样捏一捏 把那个形状捏回来这样 不行 把他捏成圆形的 不行 这样子 他会试破 他会 他是熟客 他一定知道是怎么回事 会知道 因为我都会做记号 吃东西之前先做记号 对 那我们现在吃完主菜 可以上甜点吗 可以 可以 好 我上甜点了 经理 我可以上甜点吗 加油 好 虚虚虚 这是你点的 好 谢谢 sou flair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最起码的 就是这个就是水果 水果 那我们就是用这样子吃 这样子 慢慢地吃 OK 对 这样子 那通常这个是 有时候 咖啡杯啊 真的大杯 我没看过吗 这是你点的龙虾汤啊 龙虾汤 那就是跟着羊排一起来的嘛 对 那怎么没有咖啡杯呢 牌人啊 为什么上流社会没有咖啡杯 咖啡杯 咖啡杯 什么第一次 不好意思 徐小姐 我们那个咖啡杯啊 要拿到一楼那个 宴会图 我们先用这个示范一下好不好 对不起 委屈你 我倒是没有看过 这么大的咖啡杯 可笑 变小一点 太辣了 丢我们的脸 好 那颗 喝咖啡 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态度呢 有 那颗咖啡 你们冲泡过来 旁边会有奶精 也会有那个糖 糖包 对不对 通常我喝咖啡 我都是 这个糖先下去 你们都没准备吗 没有 我们假装一下 那就假装一下 好 他这个人很实际耶 真的 他一定要拿到多月眼 来演糖 当然要 这边关度学习错误怎么办 要演 当然可以可以 当奶球好不好 帮您折成原型的 来 听得说这是糖包 糖包通常都是 藏型 藏型 没有错 我没办法折成圆的方的 可不可以 奶球 咖啡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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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换上马戏喝咖啡喔 徐女士 刚才我们经理一时糊涂 把龙虾汤的碗拿来当咖啡杯 现在为您拿来的是正统的咖啡杯 请慢慢享用咖啡 那现在我们就是 这个就把 这个就是糖 糖包 那是奶球 奶精 奶精 然后我的用法是这样子 我首先会把糖包这样撕开 然后 就这样子把它倒下去 对 然后呢 奶精 这个均匀了对不对 有甜度了对不对 再来就是奶精 奶精是功夫喔 你们注意一下 奶精还有学问 奶精为何是功夫 有学问 我们把上面那层纸剥开 倒的时候 你要轻轻地倒喔 轻轻地轻轻地 轻轻地倒 你不要让那个奶精 白色奶精 沉到咖啡底去喔 为什么 这样才好喝啊 好 好 徐女士 现在我们用完餐了 那我帮你把椅子扶一扶 是 那我首先 我就会把这个纸喔 好 拿起来 好 然后我就 这一趟走动的时候 都会被路人认出来吧 百分之百 连三岁小孩都把我认出来了 好红喔 然后就会指着你说 许小姐这样吗 没有 她都说许晨梅 许立伟 还有人叫我许立伟 真的 你已经当选了吗 还没当选 可是这应该不是你 人生中最走红的时刻吧 是不是以前 比方说在日本也会有人 很向往你啊 请你拍照啊 什么这些 是不是可以 这些倒是真的是有发生过啦 对 从你开始被邀请拍 《西施》这个连续剧 那个是 你很在乎西施这一部剧剧 很重要 她是中国四大美人耶 你也想演 我 我也想演 我演西施 我当然她比较适合啊 好 从那时候开始就一直走红 对不对 但是我一直都不想说在 演艺圈 演艺圈花仔 好 可是许小姐我想应该也是 自恋倾向非常严重 我觉得也有这样子 我曾经喔 从晚上 一直照镜子 側照正照照到天亮 哇 那个镜子没有破掉吧 没破掉 没破掉 就是这样子 不过我现在瘦了 还是 不喜欢照了 还是可以照很好看 没有 我觉得我现在是 全国观众看到我 最丑的时刻 不会 不会 当然不会 真的是最丑的时刻 皮肤还是好啦 只是比较瘦 因为我 嗯 据我的印象之中 我从来没有瘦到这种程度 是 38公斤 你现在38公斤 是啊 你看皮包骨的 你从面相告诉我 许全美 作为母亲的面相 有没有什么特点 你的这个星盘里头 天蟹一大堆 隐藏自己某种个性 我们来看说 你的人格比较多重性 就我来看 你身上有四个到五个以上的人格 你比较善变一点 康熙来了 小云的压力给我非常的大 对 其实我是非常想念小云的 但是全国同胞都认为我是一个很新的妈妈 对 那我想解释 她们也听不进去 这个问题让我问一下来宾 黄光琴小姐是持续观察台湾社会现象的资深记者 为什么台湾社会会普遍认为许全美是一个很新的妈妈 而不接受她提出的解释 我可不可以跟她有一些提告 请可以可以 徐女士我要很礼貌地问你几个问题 你知不知道是 你是第一个名人上电视 有观众打电话到电视台说 他们看了电视想砸电视机的一个受访者 是有接到一通 在三地电视台接受访问的那时候 有接到一通电话倒是这么说 那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知道 她内容就是这么说 她说说 请各位媒体租公不要让许纯梅上台 她是想显力以为来打知名度 OK 听说你初中高中是学校的校花 然后从小到大 就从小学到高中都是演讲比赛的冠军 是吗 这是过去的事了 我这样问最后一个问题 但是我觉得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是 我觉得观众想砸电视机 我觉得有几个理由 一个就是说 你好像似乎只关心你自己美不美 或是说你穿名牌 或是说你有多少钱 你多有名 但是你毕竟是 小云是你亲生的嘛 那做一个母亲 怎么那么狠心 可以让你自己的亲生女儿在卖场过日子 我在想说如果你去过过看 试试看 你要问她有没有替她的女儿想过这个处境 第一个是说怎么会有这么狠心的母亲 另外你既然是上流社会的人 而且你从小到大都演讲比赛冠军 你应该知识很丰富 那你怎么可能把你的这么年幼一个女儿妖魔化 说是她是前任丈夫的前女友投胎到她身上 这样一个妖魔化这样一个 有这个说法 这句话是我姑姑讲出来的 后来我 不是从你嘴巴里面讲出来的 绝对不是 所以你没有这样想吗 我绝对没有这样想 我们学活的 就是要念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 绝对不相信什么妖魔鬼怪 什么英灵附身那些说话 刚刚黄光琴小姐想问的是说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女儿 就是她流落到外面去很辛苦 那你要不要照顾一下她的感觉 然后不要那么多时间花在自己的身上 其实那个时候小芸她会流落到大麦藏 那个时候不是从我手中溜走的 是从养母 养母 杨慧如 也就是我的表妹 是从她的手中溜走的 那为什么小芸会给养母养呢 就是七年前嘛 那小芸有各种很跟一般小孩子 不同的那种行为 那我跟郑其松也曾经为了小芸 两个夫妻抱着痛哭流涕说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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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后来也是陆续给小芸换了八个来妈 结果真的不到三天都全部消货退回 当初 这小孩太难戴吗 对 她是的确比较难戴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比如说小孩 会有怎么样的行为 会不会是因为父母的关系 没有 她那个人说台义一句话 公母疼大孙 父母疼小孩 这个是真的 她一初是白白净净的 我跟郑其松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疼她 那后来就发现很奇怪 怎么会到三岁开始行为就不一样了 那当然内容我不想再讲了 因为我不想再破坏小芸的形象 毕竟她会慢慢长大嘛 对不对 那那个时候呢 我发现小芸在大卖场流浪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她是我的女儿 因为我看到她那个画面 她那个眼睛都是用那个 遮住的 遮住 你们也看到都遮住的 而且她当我的女儿的时候是叫郑思倩 可是给我表妹养以后 她改了名字了 所以我不知道那个孩子就是我的女儿 所以我不会说那么狠心说 会知道自己的女儿在大卖场流浪 还自知不理 我不会在这种程度 这应该不是你第一次听到 这样的答案 雪春美的回答嘛 所以有没有帮助你 比较了解世界的来龙去脉 其实还是没有 真的啊 我平常上电视是不戴眼镜的 你一定要了解的很透彻嘛 今天我特别戴眼镜 我是观察这样一个奇观 世界奇观 就是我的问题你没有解答 我觉得你好像狠狠心 完全不晓得自己的 你亲生女儿在哪里 然后你在电视上又反反复复 然后很激动一下说 我不要这个女儿 我一下我要这个女儿 那是之前 之前就是我 旧的画面 我第一次在那个三立电视台的时候 那个时候 因为我第一次上电视台的时候 我就跟那个全国同胞报告说 我要争取小云回来家里跟我团聚 然后同时我也跟小云喊话说 妈妈很想念你这样 那小云现在人在哪呢 她现在在新竹 新竹一家国中 所以这个事情还有待法律判决嘛 是不是 我现在不等那个法官了 因为这一个多月来 我几乎天天每天都打电话 给那位皇法官 我每天都打给她 有时候没人接就是她去开庭了嘛 那有人接的时候就是她来听的 我就说我求你我拜托你 把小云还给我 结果她每次都是拒绝 每次都是拒绝 她必须要照法律程序走吧 没有我听她的口气 小云不会还给我 到前几天我为什么死心了 因为她跟我讲了一句话 她说 一年后呢 我自然呢 会给小云安排一个 适合她的家庭 那我一听就知道 轮不到我的份了 是 对不对 那她要给谁呢 我帮你请教一下 其他的老师的意见 好的 我们今天现场有一位王中和老师 你从面相告诉我 许全美作为母亲的面相 有没有什么特点 其实如果我来看 就是说 像你这样状况 就是体重很轻 其实我刚刚观察过 其实你脊椎可能有点侧弯 有没有背痛啊 脊椎是吧 对 脊椎有点侧弯 侧弯是吧 侧弯 侧弯 没错 那我以后可能要 要小心 要矫正 要矫正 我来看就是说 这个是长期压力的问题 跟长期压力有关系 通常为什么脊椎会弯 脊椎通常是我们生命力 就是说在奋斗 一直不断地在fight 然后在跟环境对抗 然后非常努力力争上游 这样一个人容易脊椎会有状况 就是压力引起的 对 那你讲话的姿态 你讲话的姿态 其实我们来看就是说 有这种情绪压抑的部分蛮强的 所以你内在其实情绪蛮强的人 那你表现出来 你尽量要表现优雅 是 那我们来看就是说 你身上 你身上的这个服饰等等的部分 第一个戴帽子 我们都戴帽子两种状况 第一个就是说很想凸显自己的人 要戴帽子 帽子代表头 头代表是第一个星座母羊 所以说戴帽子跟头有关 头都是凸显自己有关 第二个这个母羊统治性的火星 跟天蝎有关 你的这个星盘里头 天蝎一大堆 隐藏自己某种个性 我们来看说你的人格比较多重性 就我来看 你身上有四个到五个以上的人格 你比较善变一点 然后就是说你的服饰 我们来看的话 都发光你知道 你很喜欢发光的东西 你喜欢发光的东西吗 我比较亮丽 对 比较亮丽 但是如果从我的角度来看 你的光都蛮暗的 蛮暗的 就是说你发出的光是蛮暗的光 你的这个搭配颜色 就我们来说色彩开运的话 你这个衣服跟你的这个皮毛的颜色 我可以跟你讲太杂 太杂会显示出来 没有看到亮 我只看到比较暗的一种状况 因为我跟你讲 尤其是很强烈的颜色加起来 很强烈的颜色加起来 往往都是黑色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所以颜色的判断 不是只凭个别的表面的颜色 太杂反而就是会 是 我们要看综合起来的颜色 为什么 因为我们 我注意到你身上都是发光的东西 但你这个光有状况 学活的过程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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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单啊 我就去盼到鬼啊 是 是 是 你看到鬼 我看到鬼啊 是不是照镜子照太多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導致后面出现一些 过了十二点不是都会看到老公吗 在这时候后面出现鬼是不是 不要讲啦 我晚上一个人睡会怕 我首先要请问王老师 是 你本身是不是三宝和弟子 不是 我们之间就很难沟通了 你对你的第一任婚姻 为什么有很多的话想讲啊 为什么 非常的痛恨你 怎么了 怎么了 他强暴我啊 他就带我去参观他的新屋 嗯 好 结果呢 他就把那个 他们那个房子就关起来 就在里面把我强暴 真的啊 傅宁就给他了 真的啊 真的啊 以流浪果大对抗政治背后铃 引起大家注意的 台湾黄人柯四海 星期一也将现身康熙来了 内容劲爆 你绝对想象不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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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